大家好 今天呢 去看了一下我这个石湖蓝了 发现呢 它现在已经长出了大概有四个新芽了 那么在它长新芽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要去施的补肥 促进这个新芽的生长 要不然肥料不足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新芽生长缓慢 而且呢 会出现这种江芽等各种情况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正确的给它补肥 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呢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石湖蓝长新芽之后 我们的一个施肥方法 大家看 现在它是长了一个两个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总共是长了四个新芽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补肥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时候补肥呢 有两种方式 如果我们家里有这种缓氏肥的话呢 这种缓氏肥蛋领甲比较均衡啊 我们用这种缓氏肥的话呢 大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个镁子带 然后在里面放上这个缓氏肥 把它密封起来 这样装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石湖蓝的盆土表面 那么我们后续教学说 这个水呢 浸湿了这个缓氏肥 缓氏肥的话 它就会慢慢的 然后释放这些肥 那么你的这个石湖蓝 它吸收了这些肥叶之后呢 这个新芽呀 就能够健壮的生长了 那么这就是第一种用肥方法 第二种用肥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蓝科专用的有精养液 将它稀释1000倍 灌根或者喷叶都可以 这样呢 也可以有效的促进你的这个新芽的生长 当然呢 这两种用肥方法呢 我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也是可以的 那么好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石湖蓝 长了新芽之后 我们的这个施肥方法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